看人物影完花絲 看人物影完花絲 BG家就是 有其中一種動物 它們繁殖的時候會達出聲音 N家 集出之後 N家的Vlog 大家好,歡迎收看 EG大國際 好,又來到玩酒遊戲 這次是GOPAS3 幫我們介紹一下這次的嘉賓 首先就是 Yan Heng 但是這次是很糟的 因為你說謊好像不太好 不是,其實我說謊很漂亮 大家去看看我 好 然後還有就是 上次很慘,他們本來就是想在鏡頭 默默支持Yan Heng 誰知道就被這個節目導演 抓了出來說要做一下效果 就是Gian和阿嬤,辛苦兩位 好辛苦 很糟糕 很辛苦 然後就是今次的遊戲 好像不太太介紹 接著就是阿嬤 我們 我們 兩個伯伯 阿嬤其實是給什麼名字 阿嬤 阿唐 阿唐 這次就有點不同 因為平時這遊戲是要猜 哪個路程 玩法好像已經玩了很多次 所以這次就要試一下 所有人都要吹誰 哪一個吹得最近表情正答案的 那個沒有事,其他全部都要有 你們準備好了嗎? 你們準備好了嗎? 別猜我的答案 那我就說了 燈塔水母就是一種 遠古時代的海洋生物 它就可以自體繁殖 不需要兩性交配去繁殖 你可以自己不斷地生出新的細胞 所以理論上它就是一種永生的生物 好嗎? 嘗嘗 就可以了 大家加油 好快 好多次 燈塔水母是一個 日本的永生盆栽 而這個永生盆栽裡面有些什麼呢? 就是有些樹枝 還有一個夏威夷小胆 夏威夷小胆 首先是會變成熟 而它本身可以靠著水 那個盆裡面的樹枝 達到一個共生的效果 是不用餵它的 而很多人都會把這個永生盆栽 放在一個燈座上面 所以也有一個燈塔水母的情侶 我覺得剪這段影片的 那字幕那個會很差 好 OK 它是一場政治運動 被壓制的那邊是黑 然後他們這場運動 自己會不斷叫的口號 就是燈塔水母 水母是最值的 燈塔水母 燈塔水母 不斷叫的 你反正扶著它 燈塔水母 他們叫的原因是 因為水母的長者是永生的 所以他們都希望自己是不會輸 所以就變成了他們的口號 燈塔水母 燈塔水母 我覺得燈塔水母 就是在古希臘 大家都知道有奧林巴克的人 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那12項那時候 就是怎樣為止 厲害呢 就好像水母那樣有很多項目 都可以做得好 所以在古希臘裡面 你做得好 而你贏到冠軍的話 別人就很厲害 這個燈塔水母 你都在燈塔水母 你都在燈塔水母 在燈塔的頂峰 你真的在燈塔水母 你那個結尾真的想不到你 真的想不到那個結尾的燈塔水母 燈塔水母 水母呢 其實就是水和好生 就是不燈塔水母 對 所以 所以 其實這個燈塔是一個 黑龍的圍潰運動 就是他們一直被人困在 雜棉花的田裡面 但是他們 受不了了 要反過 但是那個圍牆是走不出去的 就只能夠 由海那邊走出去 那他們最後是成功了 那他們 為了紀念這個 游到水出去的這件事 故意去紀念那個燈塔 就是送了母親 就帶領他們 所以我們離開了這片棉花田 就 就不再做黑龍 客人問了棉花田 為什麼呢 他有錢 到我了 到你了 燈塔水母 其實是 真的是水母 這個水母 它就是 對光很吸引它的 有光就吸引到它 所以 每逢水手經過那個燈塔 看到海外 就會見到這隻水母 所以他們就舉了燈塔水母 那是哪一個 黑龍的水手 水母 水母的一種 能夠在性成熟時 重返上一個生命階段 理論上就沒有次數限制 因此被稱為永生水母 你是我了 多謝 你們喝吧 你們 但你們在黑龍運動 對 有啊有啊有啊 我們上去問了 好,來了 已經選了 是吧 因為留下你的名字 AG加 對 你是EG- 為什麽 那Minus從哪裏出來的 反正 偵探 網絡文化 有些忙 有些忙 你按一下 不是按一下 按一下 AG加 他是一個香港網絡文化的代表人物 G 他曾經 在未說EG這個名字之前 他是用AG加這個名字 但是他就覺得 太過女性了 他就之後 將加好 殺害了 而且他不想自己是A 所以就變成EG 因為A就太過 風頭第一名 所以他就叫P 哦 他想輸啊 他死定了 不要緊啊 挺好啊 OK啊 大家都知道 人類在繁殖的時候 男和女之間的細胞 都有一個X染色體和Y染色體 女的染色體就是XX 然後男的染色體就是XY 但是 都不是重點 那就是 怎麽可以提高 兩個細胞之間的連結率呢 那就要靠 看看男性的精子裏面 有沒有一個 酶的成分 就叫AG加 如果他本身的成分比較多的話 那就是他令到女性的受益率 就是太高 然後他裡面的BK加兩核 2,000 2,000 2,000 我不是說什麼 射出來 真的這樣 你知道我剛才說的XY嗎?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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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阿根廷的網絡文法 就是上代潮語 就是你用來讚人的時候 就會用AE加的 全部都是 AE加 全部都是說一些好東西 因為他拆開三個 AE加 G 都是代表一些好東西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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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日本的一個警示廳的一個 file名 大概是1972年左右 還沒有可以合法地承認偵探 幫警示廳查案的一些理據 但是因為當時在青森院有一個 全名的偵探 他叫做安培銀子Abe Niko 所以就是AG 就是幫警察 真的偵破了很多沒有人可以偵破的案件 而警示廳特別為他開了一個 file 就是AG Plus 對 他看得多當一個人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香港的 那話說有一個女歌手 A 他本身是AGA 但去到打那次我A的那個 那邊 這個我是 吹土的一個 B專家 那也是M 都是M 是嗎? 我自己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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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AGA呢 AGA就是 有其中一種動物 他們繁殖的時候會達出聲音 AGA AGA 那個動物 就是一個 紅紅黑色色 紅紅黑色 紅紅黑色 紅黑色 紅黑色 是一個獎 其實他不是AGA 那個動物 可能是 AGA 那些人不知道 不知道要怎麼寫得出來 所以 G家就是G高音 AGA 那些人不會 G唱 所以 那隻雀法 就是這樣 跳出來 女兒你自己讀真正的答案 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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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香港討論區 用狐獎 某字竹 以 硬幣導致 緊密 氣色 通常改變 回答 牛主后 經常被引用 而得名 就是她的用戶名是 AGA 我們之間主要接近青康 答案 G人是YT 你兩個香港 那你們兩個都不用 喝吧 你尊重香港 喝吧 喝吧 我已經看到 這集出了之後 你一定是VLOG 好 第三條 就是露露通 還有特殊規則就是 你只可以用三個詞語去回答 台灣 交通 書籍 你真的是書籍 好聽喔 好聽喔 我覺得這個是 肌肉 書文 寶寶 寶寶 到我了 到我了 書籍 便秘 甘油條 到了 證件 懲罰 痛嗎 好 那我就說了 卡尼科德 網絡 便宜 我要弄死了蟑螂 咪咪咪咪 神仙 弄死了蟑螂 咪咪咪咪咪 我讀了 中藥 豐樹 果實 可能是 還是 神仙 木舌 大致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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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牛條 耶 你喝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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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獎牌來的 我們喝的是成份 他喝的是獎牌 是一個位於亞洲地區的獎 他又稱藍頭灰狗 真是灰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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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收拾 放下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窮呀 賣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規課程 都沒有專門教剪YouTube的技巧 有心得 所以我今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八年裡面的剪片經驗 全部group 做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堂裡面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 Ig大學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多年以來存在的 超方面的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及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 報名 多謝 拜拜